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华民国110年国庆 在国庆大会的会场 青天白云 阳光普照 象征着中华民国台湾国运昌隆 我以大会主席身份欢迎各位嘉宾丽林 也借此祝福各位归国侨胞 全国乡亲 在现场和透过影音直播收看的各位观众朋友 假期快乐 首先我要代表大会 向全国各地的医护 防疫 警消人员 和国君致敬 感谢你们几年来不分作业 用生命和专业守护人民 捍卫台湾 我们今天才得以如期举办国庆盛会 现在我要请大家 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表达我们最诚实的感谢 这样好不好 2021年是哀伤与喜悦交织的一年 COVID-19自去年武汉封城到现在 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两亿三千万 死亡前世也达到四百八十万 国内也有八百四十四年离世 令我们时刻感到哀伤 去年台湾超前部署 在逆境中走出一片天 不仅有效控制疫情 还有余力援助其他国家 向世界传达台湾Can Help的善意 被国际视为民主抗疫典范 今年五月间 疫情突然急剧升高 进入第三级警戒 令人安慰的是 经过全体国家的努力 中央及地方构级政府 与立法院构党派委员的合作 疫苗覆盖力不断提升 纾困持续进行 疫情终于逆转 就在国内疫情做生的 哪一个阶段 我们的国手们 在东京奥运的竞技场上 打破多项记录 缔造了台湾有史以来 最佳的成绩 奥运英雄们 得得两金 四银 六铜的卓越表现 让国人在荧幕前 喜悦欢呼 倍感光荣 而台湾 国手们的表现 不但赢得 地主国的尊敬 也获得其他国家 选手的鼓励 与肯定 在在显现 台湾一直以来 自由 民主 开放 友善的软实力 与其他国家 交往的成果 这场冬奥赛事 切切实实地 鼓舞了台湾人的士气 让我们更加团结 更加自信 最近几年 全球民主版图 出现萎缩的现象 香港 缅甸 阿富汗等地 有脱离 脱离民主阵营的迹象 尤其 一带一路 所及之处 民主自由 显现倒退 集权的暗黑势力 无所不在 然而台湾 在蔡总统 杰出的领导 及全体国人 努力之下 国际能见度 大幅提升 抗议 及经济表现 国际注目 2020年 经济成长率 百分之三点一 今年 上半年 经济成长率 高达百分之八点三次 在 民主指数 以自由指数的 评比方面 台湾 会名列前茅 根据 经济学人 资讯社公布的 2020 民主指数 台湾高级 东亚之冠 人权组织 自由之家 公布的 2021 全球自由报告 台湾排名 亚洲第二 在在证明 台湾的 韧性 与优秀 今年的国庆主题 是民主大联盟 世界加好友 何谓民主大联盟 民主大联盟 也就是民主同盟 就是主一群 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 有邦交 或没有邦交的国家 彼此间 没有订定 国与国之间的 国际条约 却基于政治理念 与国际利益 主动相互服务 相互协助 度购 各种难关的 无条约联盟 去年 台湾 Can Help 台湾捐赠各国口罩 今年各国回证疫苗 就是具体的例证 何谓世界加好友 这两年 台湾除了与美国 日本的关系 很明显的深化之外 国际社会 一纷纷与我国加好友 澳洲 捷克 立陶宛 斯洛华克 首马力兰等国家 也都以具体行动 支持台湾 而今年 联合国有13个友邦 挺台发言 是四年来最多 此外 各国国会提案 G7外长会会 支持台湾加入 WHA等不胜美举 日前还发生 自由潜水世界锦标赛 十个国家 主动策下国旗 一起 声援台湾 由此口见 民主大联盟 世界加好友 是一种 价值的选择 当全世界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 台湾 以信仰自由民主理念的国家 结为伙伴 互相扶持 友善循环 这证明了 多不孤必有灵 也证明了 民主头目的存在 更证明了 民主 让台湾成为 国际社会 不可厚缺的成员 多道 多助 失道 寡助 台湾原本就具有 坚强的 自卫皇位的决心与能力 数年来 民主同盟国 并肩相挺 让台湾 自卫战略的成群 加快脚步 而在全球的安全战略上 包括 美日澳的严守峰会 美日的严守峰会 G7领袖峰会 美韩原首峰会 欧日领袖峰会 等 也都一再强调台海和平 与稳定的重要 普上任的 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也指指台湾处在 民主对抗专制的前线 并指出 一旦台湾发生事态 将遵循日本安全保障 关联法 进行因应 前两天 澳洲前总理 爱波特 向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 大声疾呼 此刻 没有什么比 深远台湾更简迫的事 展现了民主同盟国 所望互致的决心 而 蔡总统最近 也在国际期刊 外交事务 向世界公开宣告 民主 不容妥协 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 始终如一 台湾的未来 由台湾人民透过 民主的方式 共同决定 表达 坚守民主的决心 和报之目 生以豪默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今年 是林宪堂先生 领导 台湾议会 受制勤运动 与蒋卫水先生 设立的 台湾文化协会 一百周年 台湾议会 受制勤运动 是台湾的 民主启蒙运动 台湾文化协会 是台湾的 文化启蒙运动 两者 为台湾的 民主自由 整地 步骤 影响深远 使台湾人民在 二战之后 为争民主 前赴后继 终于 冲破出 解除戒严 国会前面改选 总统直选 三度政党 轮替的民主果实 让中华民国 台湾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 能够在国际上 抬头挺胸 不畏不惧 赢得了 亚洲民主灯塔的 亚称 身为国会议长的我 也 予有荣誉 台湾民主 百年追求 民主 是台湾的 百年基因 我们感念 百年来 前辈先贤的牺牲奉献 更重要的是 感谢 台湾全体国人 及 朝野构党派 对民主自由的坚持 最后 进驻中华民国台湾 国运昌隆 各国与台湾 邦誉长存 全国乡亲户老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平安顺心 宏图大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